主理皮以用喷漆的方式会撑多久 你如果用比较环保的材料可能就比较短 半年一年可能就会稍微再退了 那你如果用比较不环保 或者是你烤漆的保护层弄比较厚的话 可能应该就一两年吧 可是还是要看你存放的环境 经过小四哥跟8891里程测试 会不会一堆退订 不会啦 那个会买的还是会买啦 我在那个脸书看到车评好友都发出怨言 好多网友去人家的外衣下面洗 我的分析啊 跟上次不知道哪一台一样 仙草也是 仙草上次也是 什么牛叫声什么 然后就有一大堆网友 就跑去别的车评的那个YouTube 然后仙草下面就给人家留言 我又被人家抱怨了 你有没有机会可以开开法拉利 法拉利超贵 你知道最近法拉利有原厂认证中午车 然后我就想说 点进去看有没有机会买得起 我说点进去 全部都一千万起跳了 这辈子应该是没机会 然后看到一台最便宜的500 500多万啦 500多万 2007年的啦 2007年的500多万 我看这四人是不用想的啦 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好 开不开得到那个车了 有啦 我昨天有稍微想一下 我只想去看一下而已 你知道那种感觉啊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车的行情嘛 那你就想说去看一下说 是不是可以让自己足个梦 然后就去看一下 马上一拳击倒KO耶 那就是那种女生 你跟女生发讯息发赖 他已经不是那种比较婉转 跟你说这个要去洗澡 洗了三天三夜都没回来 那种你点到那个 原厂认证中午车 价钱一开出来 那个直接一击KO耶 毫无悬念 连一点点的那种梦想 存在你的脑海里的机会都没有耶 小师哥会推荐每两年 都换大约五年车零的车吗 如果我要推荐的话我会觉得 每两年都换大约三年的车比较理想 我觉得那会有爽度 而且折价其实差异不会太大 而且还有机会在保固期内 所以我觉得五年也不是不行 这也是一个方式 但我比较建议三年 我觉得三年是最棒的 因为你不会觉得接了一手 下一个世代的车子 因为现在大部分车都差不多五年就要大改款 那你去接那种人家已经大改款的车 开起来我就觉得 好像没有爽度不足 所以你去买三年的 前三年人家折最多给你 那接下来你就是去承担第四年第五年的折旧就好了 五年内的地关推荐吗 我一定推荐的 因为我有 我店里有 那个很爽啦 五年内的地关很爽啦 折价会折超多 买起来会超爽 擦拭那个上礼拜讲过了 擦拭那个有办法不要买这种车 就不要买白色的擦拭 你就买黑的啊 买蓝的啊 都没关系 不要买白的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避免了 那很难避免啊 那个只能多注意新闻 所以我上礼拜帮我们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看到新闻事件车祸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注意车款 对啊因为那真的很难说啦 没那么多啦 我跟你讲 基本上车上有死人 已经足以构成可以上新闻的要件 所以你只要多看新闻 就好了 小师哥也比较推荐哪个年份 SWIFT哪几个年份不要碰 SWIFT其实不太有什么问题啊 SWIFT你现在不要去买第一代的就好了 05到09 因为第一代旧了 会有一些压缩机的问题 跟水路的问题 很容易冲掉 过热 如果之前车主有过热 没注意有过热去伤到引擎你就很麻烦 所以我建议你从 买101之后的啦 我觉得啦11之后都可以买 SWIFT其实问题毛病真的很少 为什么翻修旧车常看先烤漆再处理内装 为什么不先内 在外 避免刮伤还要洗车 那个各有好坏处啊 你如果 从里面弄出来 烤完漆里面又烂掉了 味道又 都是烤漆味 烤漆完会有粉尘 跟烤漆的味道 我觉得没有一定的答案 你先弄外面再弄里面一样 你拆拆撞撞的过程也有可能外面去磕磕碰碰去弄到 所以那个没有一定的答案啦 那个真的没有一定的答案 事故车量为何有人会去专门收购 因为很便宜啊 因为没人敢收啊 大部分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 大部分的车行 九乘九的车行 你们很怕碰到事故车 我们也很怕 其他车行也很怕碰到事故车 车行 没有那么大胆 好不好不是神 也不是道士 我们也是会怕 中国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车商也会怕鬼 所以敢买的人是少的 所以价钱就随他出 价钱随他出以后 他回来就有利润空间 就这样 马自达红色白色 保值度有差吗 差不多 马自达 是唯一 马三是一个红色还可以搞的 一间车厂 很厉害 大部分的车红色都不行 只有马自达车红色可以 3.5cc 很少耶 3.5cc大概真管一管而已 3500cc 3.5cc 未来会不好脱手吗 我们跟你讲 没有车脱不了手 没有卖不掉的车子 只有卖不掉价格 所以很多人问 小四我有买这个车以后 会不会卖不掉 我看到不会卖不掉 你雇得好怎么会卖不掉 你卖的便宜怎么会卖不掉 你一台卖5800 怎么会卖不掉 车一定都卖得掉 看你卖多少钱而已 枕头太硬还有救吗 可以啊 外面有人在换那个海绵的 以前我们在改地油 就有在换那个座椅泡棉 还会削 有没有 丁中路那边很多 在改那个 Auto ride的那个 坐垫 有没有 换那种薄的 Honda 以前那种地油 要做成那种 大屁股 宽的 然后后面还要削平 上面还要打Honda 那个海绵都可以削都可以改了 头枕也可以改 怎么不行 看到二手车款自己喜欢 不是自己想要的颜色 小四哥会 推荐去烤漆换色吗 除非你喜欢的这款车数量很少 要不然我是不建议这样做 你就是在等看看有没有 刚好符合你颜色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 你觉得没那么好找 那你还要再 考虑一下说你车的残值 你的车可能比如说三年车五年车而已 残值可能还六七十万 那你去改车就有点浪费 所以我觉得观众不觉得我把CHR改成黄色是多大 对我来说是多大的挑战 我根本就是拿自己的 生意在开玩笑 我那个车不改红色搞不好 早就卖掉 不改黄色啦 那那么新的车残值还要六七十万的车 我直接改下一个 这么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颜色 你们可能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可是我一直都很清楚 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当你的车残值还高的时候 你去挑战改色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Bluber 为什么中午行情好像都不太好 我很喜欢Bluber 但我不太想讲 我想安安静静的 就让它行情不好 那是一台CP值很高的车 你现在一二十万可以买到一台很棒的Bluber 马力也够空间也够 那该有的 配备 都还OK 然后这个 小毛病又少 重点是便宜 二手车聪明的 想要代步车就要去买这种 所以我不太宣 我跟你讲啦我拍个片出来 到时候又一堆人要买这个车了 那我就 买不到便宜 真的我卖很多啦 Bluber我真的卖很多 那个我们收十几万回来 花个几万块整理整理 卖个20万以内或是超过20万一点点 都很好卖而且 真的很好用 那个车是一台很好用的车子 而且它开起来有扎实感 你花一样的钱 跟Bluber一样的钱 假设你买10年车好了 差不多的钱你可能只能买到 布莱德比特那一代的阿提斯 那开起来又空空的 Bluber开起来多扎实你知道吗 很奇怪我以前一直 想不透一件事情 就是我这样讲会不会被人家攻击 可是我真的 我从以前我就一直觉得说 可能每个人对于 车子的那个重要性 一定是不一样的啦 我只能这样讲 你一台2.0的车子 跟1.8的车子 台湾人一定买1.8以内的 因为他一年的税金是11920 然后2000的是17440 一年差5000块钱 一年差5000块钱 却对消费者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门槛的感觉 这跟我有没有钱没有关系 我从小时候没有钱的时候 我就这样想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把一年5000块钱的税金 看得如此的重 也许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平常油耗也会比较重 可是有差那么多吗 你按照以前那种 一匹马力要1万块钱的那个道理看起来 你买2.0的那种马力 这个以前那个 以前的Mirage 1850几cc是不是 还1844 1844cc 刚好超过1800 然后大家都去买1.6的Lancer 不买Mirage 那个中间差了30匹 马力差30匹 30匹马力 1匹马力1万要花30万 为什么 大家都去买1.6的 可能所以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 车子就是代步 可能对车也没那么有兴趣 等等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觉得有时候我要需要马力的时候 我需要超车 我需要踩的时候 没有我们就会觉得很尴尬 我是这样觉得 CVT是败笔 没错 那就是CVT 你过来买的也是都CVT 你买去买 里面 铁铁都改CVT 你也是都会买CVT 7鸟跟Tiena比 没有看用途 7鸟跟Tiena的用途不一样 Tiena开起来更扎实 更稳重 车子更大 比较有板桃 所以你如果是比较需要这个有板桃的人 然后Tiena我觉得维护上面它的零件费用比较贵 但是它隔音 风切声底盘 是属于稳重类型 开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你如果只是要代步 其实我觉得 蓝鸟就可以了 你如果让我代它 我以我自己好不好 我现在 我现在的我你说青鸟跟Tiena叫我找一台说我现在每天上下班开代步车我会开青鸟 我不会开Tiena 就是这么单纯 我觉得因为那个车开起来会很轻松 你如果不是老司机的话Tiena开起来你会有点压力 因为车 真的比较长 30别浪费钱都老平台 没有他说以前 税金的差 我不是说现在 我说以前 税金的差异 的时候 然后拿来对比 蓝鸟 跟Artist 1800跟2000 税金的概念 有人说省的5000刚好拿来缴保险 对 但是我觉得对车 有稍微那么 一点点兴趣的人都会觉得多30匹马力我一定要买30匹马力 你要改30匹马力出来你怎么要花多少钱 台湾税支不同2500cc要交3000 我跟你讲啦 这个东西 我觉得用CC数去定这个真的是有点弱智 已经那么久了也不知道要去弄 很多啦那个很多问题 反正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反正不管改朝换代怎么换这个制度永远都是在 对不对有人说用马力来收啊对不对 管人家西数对不对你用排放量来算嘛没关系啊为什么要把那个 水油征收 新车安全凭借TN CAP 会影响未来二手车某些车款的价格吗 例如四星跟五星的差异我觉得不会 车的价格不会影响 车的价格就是新车他做出来多少钱 他就要卖多少钱 并不会因为他做出来就撞击测试 台湾只有测四颗星他就降价卖你 不可能嘛你今天你一个鸡排 你一块牛排出来你要卖800 对不对你成本可能就 600了你一定要卖800 你不会因为米其林来吃完 说你这个只有0.3颗星 然后你就降价卖不可能 你的成本就是这样 所以好新车一定不管你撞击测试 他已经出来我就是要卖80万我才会赚钱 我就是要卖90万才会赚钱 结果你什么台湾 什么TN CAP 三颗星两颗星我就要降价变60万 不可能啊 我还是照这样卖 那二手车的部分呢 也是看市场嘛 有没有消费者 有没有这么大的安全观念嘛 那你依照台湾你去看 那个新车 厂牌卖的数量看起来 你觉得台湾人对于安全观念 有非常的重视吗 也还好 现在是比以前好一点 你看路上什么车多 安全观念大家有很重视吗 还好吧 所以二手车会不会因为这个 而影响我不知道 反正看市场反应嘛 我是认为不会 就像你怎么说BD4X怎么样 我跟你讲他还是会在卖 你放心好了 你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我今天我在BD4X回来 我把他讲成 怎样怎样怎样 我没有把他讲怎样 我只是把事实反应出来 那如果让大家觉得他很烂 我那台车我卖得掉吗 我怎么卖 我也希望买回来 我虽然是这个 平转就是他买多少钱 他就买我多少钱 但我也有包红包给他 对不对 我也希望 我可不可以 小赚一下 这个 怎么超定价卖一下 我讲成这样 我怎么超定价卖 我也很想赚一下 削一下 赚个红包钱也好 我把他讲 讲到不好 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真的搞不懂 小师哥对欧宝 这品牌有印象吗 有啊 小时候我爸就开欧宝 小时候我爸是 开一台欧宝叫 Catic 四门的 1.6的 自排的 没有动力方向盘 夭壽了 那整台好像转车 那时候的德国欧宝发起来就像美国的西乌冷气 一样 那个窗型的然后都咖啡色跟黑色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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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然后那个冷气打开的时候 压缩机像转车的你知道吗 瘦大声的 然后出社会之后其实我也赶上 欧宝的 欧宝的那时候我出来卖车的时候 还有几款主力的车子吗 我出来卖车的时候 Astra Omega Omega是比较大台的 Astra Omega 然后那个 Vectra 飞客船 这些都有经手到啊 比如说这个 然后 Cosa Cosa有分嘛 什么Cosa B 是不是 从最旧款卖到新款我都卖过 然后还什么 凯利奶造 凯利不辣 凯利不辣 那时候是这个 号称 风主 当时风主是 CD值最低的一台跑车 我反正不知道 那时候很丢工啊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好一点 我没记错的时候 那时候飞车是国产的 那个久了竟然那个 挡我抢啊 还是哪里会 生锈 酒坑 然后就漏水 漏到室内 现在我不知道什么状况 最希望哪一个国外的厂牌 回来台湾 我有想过 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希望一些 比如说 以前的雪佛兰啊 你不要看雪佛兰 其实在美国有一款 电动车卖得很好 销量 卖得非常好 我也希望像雪佛兰啊 凯迪拉克啊 甚至那个叫什么 克莱斯勒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我后来觉得 美国车的那个 零件共用度很高 然后他们的汽车工业很发达 那我现在 常常在整理车子 或者是在 翻修一些车子 其实我觉得遇到最多的问题是 其实很多的零件 在台湾是 很难找的 或是很贵的 它很多零件在 中国啊 在美国其实都是很便宜的东西 然后我记得 Netflix有一个 节目有没有 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 老车 什么翻新 就一个加拿大的那个老头子都戴一个墨镜 然后头发 留很像 Rocker一样 留很长那个 我很喜欢看那个节目 那看那个节目以后 你会发现 美国车的那个零件共用度好高 而且他们很厉害 他们 比如说几年的 雪佛兰的底盘 然后跟几年的 比如说 克莱斯勒 是共用的 你知道吗 他们共用度好高 然后 然后就觉得 觉得很好玩啊 对啊因为都是GM底下 他们互相这样的弄来弄去 你像 以前那个 你知道第一代的那个 冰式的ML 好像里面的零件也跟那个 那时候的凯燕第一代 零件有共用的 就很多这种共用的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希望什么牌子 我希望是美国车 你看那个新的挑战者 他算是新款的 可是他保有他那种 旧的那种 古典的那个 外壳 可是他里面的东西都是新的 他的安全配备啊 他里面的一些 该有的一些 什么换挡拨片 影音的配备什么 都是现在新的东西 可是他外面就是还保持他的圆灯 然后那种 很经典的那种造型 我最喜欢这种车子 有没有 挑战者 地狱猫 这种 我觉得超棒的 我觉得那种 它是复古的造型 然后里面是 崭新的配备 我觉得很棒 你像那个很多人就说 小事 那个上次有一个要 估 一台2.3的新野马 他说小事你可以这个 让泰山换车了 我说 其实我跟泰山都比较喜欢 前一代的野马 因为觉得比较有那个 味道 那时候泰山本来 他是要买新野马 我跟他讲说你要不要买旧的 你看他旧的 买个 40万回来 再花个 几十万整理 他现在整理这个钱还是买不到 2.3的新野马 可是他那个车 整个 不管 虽然税金高 油钱高 但是问题是他所付出的 税金跟油钱 跟他的改装费 到目前为止整个 加起来 他还是买不到一台 那个钱还不够买一台 新款的2.3野马 可是他现在上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很 你去看他那个 去人家节目的那个 清单 改装列表 他东西都用好的 整个车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那不是很爽吗 你看他整个起来 赞 所以我觉得 反正每个人那个 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啦 你如果买2.3的也许你的 花在车上面的时间就可以不要那么 不需要那么多了 所以每个人的 看法不一样 像我就会觉得说 他有一个经典的 复古的造型 然后回来我们慢慢的 花一些时间 在他身上 享受那个 改装的乐趣 把他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然后 出去 感觉那个车 我就常讲了嘛 那种美国车就是发起 开出去那种 当你看到这个车的时候 你就想像这个人下来一定是一个 有没有 很粗犷啊 肌肉难啊 又高又壮啊 没想要下来 不是缝底索 是缝习饭 六合虫子吃屎 闲聊闲聊就那个 我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像我常常出去 估车啊 我最常遇到一个情形 比如说最近 有没有 比较常估到几款车 比如说Lasers的 这个NX RX 最近Lasers的车就 狂丢入这个二手车市场 或者是这个 HRV也都会丢入市场 有没有 最近就会 然后我们常在估中 旧款车的时候 你知道 在谈价钱 最屌的一个说法就是 我们常会讲 你这个新款都出了 然后我最常听到一句话是什么 我觉得那种消费者真的很屌 他会说我觉得 这次新款出得很丑啦 对我这个旧车应该没什么影响 反而大家应该会比较喜欢我这一代旧款的啦 所以我的车应该是很好卖这样 要卖车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的车很好卖 你知道吗 的确有一些车 他新款出反而 旧款 没有影响 反而特别保值 你例如说像 当时的SWIFT好了 SWIFT他后来改成1.2油店之后 反而1.0的 涡轮 价格居高不下 大概2年没有降过价了 你去看我大概1年多以前 拍过一台 估SWIFT的 影片 我跟讲那时候影片的价格 放到现在 SWIFT都差不多可以买 你就知道有多保值 那个真的要除非很特 特利啦 就是新款真的改得很 绕塞 的情况 才有可能 让你的旧款 维持行情甚至 往上涨 但基本上大部分 我跟讲9成新款出一定就是 刺激到旧款 价格 9成一定都是这样 我昨天估计台库格是2020年的库格 他刚好就在改款前 的最后一代 然后他新车是1.5的阳春版新车80几万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车应该没有60可能大概在50 50多万这样子 他说没有60几万吗 我说 不是你看你的车也开两年 当车新车我记得定价是85万 85万 以福特来讲 没有折个 好几万应该 不可能吧 对不对所以你实际入手价有可能 不到80万 然后你已经开两年了 那你现在还要卖60几万 我给你买60几万回来 我卖人家 快70万 谁要买 现在新款的库格 1.5阳春的也是80几万而已啊 而且库格你2020 最后一代的末代车 一定折更多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说那你觉得 有没有60万以上 我说我觉得你应该走遍全台湾 没有车商会收超过60万 因为怎么想我都觉得 没有钱赚 风险太高 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啦 当然大家要互相站在 对方的角度嘛 我知道这很难 站在别人角度想很难 但我站在他的角度想 我当然知道他想要折少一点 折价越少越好 最好是当初买80万 现在卖又80 像我今天我遇到一个 消费者 他要卖我一台车 我说你想卖多少钱 他说 小师我想卖93 我说哇你好厉害喔 你这个价格是一个让我很为难的价格 就是好像可以买有钱赚 可是买了又好像风险有点高 我说你好厉害喔 你这价钱怎么来 他说没有我没有估过啊 我就是看 外面大家都卖这个98万以上 大部分就是从98万到100出头 那我觉得我如果卖小师93万 我是你的粉丝 我觉得93万你回去你还有个 5万8万的利润 那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90万的一成 差不多 5万8万是有点少 可是还蛮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 像这样子的一个 卖家他就有站在 我的角度去想嘛 他不会说小师我看外面卖 随便卖到98万以上啦 好不好 我跟你讲 你的粉丝 我也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 硬拗的人 不是嘛 外面人家随便卖有98万以上 我就卖你卖个这个 97万5就好了 对不对 我好赞 小师你看我对你有好吗 对吧 对吧 人家都 随便都卖98万以上 我才卖你97万5而已 这样我有赞吗 我有想粉丝吗 你的骗我都 我看得不败 逼逼后差 有没有给他开到煤店 还在努力中 快了 因为我真的不太想开那台车 那台车 除了那一天 我们直播发 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外 其实我回来再开 一两次还有遇到其他的问题 所以 后面会拍片跟大家分享 可是很神奇的是 其实也有人 也有人私讯 在 问说 要卖多少钱 其实有 几个私讯 有收到几个私讯说 你什么时候要卖 想买 所以我觉得 还蛮有趣的 不管我们怎么说 对不对 其实永远都会有一个 始终的 族群跟粉丝 当然我们不是说要故意去破坏 他的 市场行情 市场价值 或是 故意去贬低他 我只是反映到我们 遇到的状况 我在表达一个事情就是 我也是消费者 我买他 我当然我也是觉得他有前途我买他的 要不然我没有那么闲 我那么讨厌他 然后我还花了一百六十万 把他买回来 然后再把他讲烂 我不是打他 所以我们会买他是因为 我们看好他 对不对 那后面遇到这个问题 不是我制造出来的问题 就是 从高雄回来一路上遇到的问题 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今天不是说 故意把他的跟车弄失效 还是故意 塞一个 里面的接待说我们没有充电桩 都不是啊 对不对 或者是我去 公有停车场充电的时候 我明明就 才充10分钟说我已经充半小时 没有啊 我都直播 头到尾都直播 所以我要表达的是我们一开始的立场 本来就不是要诋毁他了 我把他讲很棒 我那台搞不好可以卖超定价 对不对 好我说到白天的正地 我希望我一台开百万买回来 我才超定价的买出来 对不对 机密都可以超定价 我们也是 Toyota的 第一台电车 我不能 超定价卖一下吗 现在那么多车都超定价在卖 你知道吗 不只是机密的 我们是真的看好他 他的第一台 电动车 我们非常看好他 当下我们就定了 反正就是这样 好不好 上周飞天小女警撞两台车的新闻 有啊有看过 分享保险的重要 保险这种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 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常常会遇到我们的客人 会问我说小师你觉得要不要保险 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 傻到问别人这句话 因为没有人会想要负这个责任 你要不要保险 这个是你问我 我跟你讲说要保 结果你 没出事 你觉得干 早知道不要听小师的话 花那么多钱 我说不用 不要浪费钱 不用保 出事了没保险 小师干 你当初跟我说不用保 对不对所以保险这种事情 不太 需要征求别人的 看法 新车都有防盗晶片防盗显示是不用保了 其实这也是一样啊 我没办法跟你讲啊 不过 坦白说现在失窃率的确下降很多 因为现在监视摄影机 真的太多了 其实你不觉得现在好像很少 听到新闻有在讲 车辆失窃吗 以前都什么破户窃盗集团 有没有 现在很少了 现在真的很少听到 以前的窃盗是多到你身边都会遇到 对以前还有乳车勒鼠啊 没有听到一个女的那个 一个B&W一个女生的B&W 被那个乳车勒鼠集团干走 找不到车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过几天就接到电话 小姐 你的车现在在我家 我给你保管 这个30万块钱 你的车原封不动还给你 小姐就跟他讲 如果我钱会给你 你车没给我 那怎么办 切到集团的话 小姐你放心 我们这做口碑的 我们做信用的啦 咱们说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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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情侶做孤单做信用的 你10万来我钱一定会给你 我车一定会给你 小姐就不宜有他嘛 对不对 好吧那就会给他了 小姐打给他 小姐钱收到了 你的车在额眉停车场 的第几层 哪个位置 钥匙我把你放在这个轮胎上面 果不其然 这个小姐 车真的开回来了 然后结果后来呢 又过了一阵子 这小姐的B&W又被干走了 过几天又接到那个乳车的电话 林小姐 你的车一车 我给你保管 来 三三万 小姐就很生气啊 你这样对吗 你们这样对吗 我上个月才刚付30万而已 你这次 你们有道德 你不是说你们做信用 为什么要偷我车 是这样吗 小姐待会我查一下 我电脑查一下 忙就去查 查完以后就回他电话嘛 林小姐 不好意思 这个 我们这个里面新来的 新来的不知道 失误啦 那车子 一样帮你放在额眉停车场 这个车还给你 有没有 这个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我们车子帮你送去做洗车打阿美容丸 我再还给你 我们真的是做信用的 你不要生气 车真的都还他了 有没有 真的做信用的 没有偷第二次的啦 你知道吗 以前我还遇过一个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讲什么牌子 这个最后故事 我们差不多讲完 我们就可以下播 我跟你讲 有一次我老婆的同学 那妈妈的家里的一台高级车 我不要讲什么牌子 被这个拔东西呀 那很快呀 他去这个 楼上打个麻将 打完麻将下来呀 车子后照镜被拔走 水切 行车电脑 安全气囊 这个车 车上的这个车身电脑 全部一些零件都被干走 车子就被拆空了 那这个车子就拖回原厂了 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 拖回原厂之后呢 那原厂就估啊 说你这个修复大概要这个60万到80万 然后呢 他就找我去估啊 那时候我还在别人的二手车行上班嘛 他就透过这个我老婆 就说我妈的车在原厂你可不可以去估一下 然后我就去原厂估啊 估估估完 我就知道他少哪一些东西 然后我说这个 那这个我回去算一下 看这些零件 多少钱 我再跟你报告这样 那我就回来 回来我就 打电话 透过关系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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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问 然后修理厂接到 你车好好好啊 然后我就车号给他 你等多少钱我等会靠给你 过没多久就打来 那台车 是不是这个 左前驾驶座 水切被折一半 有一边的后照镜被拔走了嘛 剩下的那一边后照镜上面 用片子 挥一个叉叉 有没有 我就打电话去 阿母那边 阿母那你是不是 左边那个窗户外面的那个金条 那个叫什么 镀铬四条是不是有被折断 然后那个 剩下的那个后照镜下面是不是有被那个 片子打一个叉叉 他说阿对阿对阿对阿有啊有啊有啊 然后又打去 说有呢 他说喔 那一包喔 收理得好30万 一包一包喔 车号都写好了 等你来认领 30万嘛 原厂要60万到80万 那你如果花30万你会装到原本就是你车上的东西 外面有修理厂在接这种case 就是你车你如果不在原厂处理你如果开回 你如果比如说开到修理厂 他就 巡线去找到你原来的东西把你装回来 然后跟你收30万 维修包你知道吗 拿回原本就属于你的东西要花30万 然后 这一包可能那个集团给修理厂15万 修理厂在花一些工再把你原来的东西装回去 再跟你多收15万 大概就这个意思 大家有钱赚 我就问你 你敢跟他讲说 你花30万是装回你原本的东西 这件事吗 那这是以前的故事啊 这些已经都被抄走了 我在讲以前的故事 不然等一下 妈的妈 这边来找我 好那个已经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不能找警察抓吗 很简单啊 谁敢去跟他讲 我觉得更夸张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 他在原厂的时候 原厂的祭司 还偷偷把他妈妈 拉到旁边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我可以帮你找中股 只要一半的价钱 聊了吧 原厂的祭司这样跟他讲 他们绝对不会去跟车主讲说 我要装回你的东西 他一定跟你说我去帮你找二手的零件 所以你说 找警察 你怎么抓 他不会跟你讲说是你原本的 WISH DVD主席买到自己那台CD同一片 这真的啦 我不是编的啦 这是真的啦 所以你买到自己那台 那一包上面有写上你的车票 当然是买到你自己的啊 我说的这是真的啦 这不是编的啦 这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这没好难的啦 我跟你讲很多衣服在这里啦 二手车行也赚钱啦 为什么 你去估的时候 原厂报60万到80万 假设你这台车的残值剩下100万 那我100万 行情是100 那你光修这个东西 阿嬷 你修理这个就要六十七八十了啦 你这车行情 行情100啦 那我跟你收好了 不要说要扣80或扣60 我们扣70 我收30万以后我再打电话给我朋友说我刚才说那包不拿来 我再花30万把 东西装回来 我的成本60万啦 我就有一台市价100万的车 100万还是车商的行情喔 车商买100可能要卖110120喔 懂吗 所以那时候在看谁 这个 比较有实力 可以拿到原本那一包啦 你今天如果他今天他找了10间 5间的二手车商去估他这台车 有实力的二手车商可以问到材料的 才赚得到这条钱嘛 你如果没有这个实力的我跟讲你买回来你光找材料 你就找半年找一年 你要一件一件真的去台霸店找 我跟你讲 没那么好找啦 所以你要还要有一点这个关系的你才有办法 收回来你才有办法便宜整理好 你才有办法赚得到这条钱 车行一般都收100 然后我扣掉70收30 再把那包拿回来装再30 60万我可以卖110 卖120 夭壽一台就好了 我现在在公共 以前的事情这些人都已经被抓了 犯法是不能做 后来那台车我也没有买 因为我真的买或不买都 很痛苦 好大家晚安啦 行政继续器就是这个 阿刹Dash 好不好这个应该就是稳定的 因为他在前挡的地方 现在天气热晒阳光不会当机 不会妈白白乌乌没录到东西 我觉得就OK 欧际方向盘刚已经有人拿到 好不好干爹 那在金爸爸 打开LINE 零秒开机台 Fri Lotto 好不好 Fri Lotto 之前这个有帮他做过这个行销广告 那这一次又来给我们赞助 好不好 请大家这个 多多支持 我们有更多干爹才有 办法去 买新车 这个 稍嫌改车给大家看 好不好 大家晚安啦 这个周三过了 看完小时的直播 代表已经过一半了 再撑两天就放假啦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 再见